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林主延每一部電影都是環繞著一些人性化的東西 不是在說什麼大英雄 他也很喜歡一個家的感覺 我覺得跟嘉輝走幾部戲之後 大家真的有種默契 我跟嘉輝其實也很想去改變 走一條新的路 他真是我一個戰友 看《擊戰》 我跟張嘉輝合作的話 我相信你這次會看得 豁然開朗一點 這是一個很真實的電影 雖然叫《擊戰》 但我覺得這個擊戰是在於 人生奮鬥的過程 不是在於打拳的困難 在那過程中 你就是不能夠放棄 你怎麼樣去贏到對手 怎麼樣堅持爬出來 只有這種MMA競技比賽 才會在地上有一種鎖技 MMA的特質 那種角力 埋虎的感覺我覺得會比一般拳擊片 看到的東西會比較不同 我覺得會更加呈現到 演員戲裡的人生的經歷 為什麼會叫《擊戰》呢 整個原意是擊戰人生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例子片 如果人生走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回頭去一想一下自己 我這二十多年來 我什麼都沒有做過 我就這樣過了 這個其實是每一個人去到那個時候 有一個這樣的坦定在 我就很想去說這個坦定